那有人问 世间的乐是什么 世间的乐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有智慧 讲得很透彻 我们也无法去想到的 释迦牟尼佛怎么想 他说我们的乐 是苦 只是暂时停了一下 世间的乐 只是那种苦 暂时停了一下而已 只是暂时停了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世间 每一天都吃三餐 每一餐如果我们没有吃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会饿苦 吃饱了你会感觉很快乐 只是这个饿暂时停了一下而已 在一段时间 这个恶苦又出现了 又现前了 苦又来了 你看世间的牟尼佛用这个例子 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只是暂时停一下 你看 我们的热那种 我们的那种快乐感觉很不错 它只是暂停一下 当你肚子饿了的时候 这苦又来了 又现前了 就好像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肚子饿的时候 它会表现什么 小婴儿啊 它肚子饿的时候啊 它会跟母亲的反应是什么 哭还是笑 哭嘛 不可能笑嘛 小婴儿跟妈妈讲 我好饿啊 在那边笑 不可能的嘛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婴儿 肚子饿的时候 跟妈妈反应 在那边笑嘻嘻的 笑得很大声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个是怪物啊 真的 没有 没有 没有见过一个小婴儿 肚子饿的时候啊 他跟妈妈表现说 他很欢喜的 没有 他很苦 所以妈妈 当妈妈给他吃的时候 吃饱了 他不哭了 他很欢喜 很快乐那种 但是暂时的 肚子饿又来了 又在哭了 你看那个狮子 狮子饿肚子的时候 你看那个心很烦啊 很乱 反正到他眼前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动物 他就会把他吃掉 狮子 当他吃饱了 他很快乐 很幸福 很自在 到处都在玩 哪怕是你走到他的面前 他也不会理你的 狮子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啊 这个世间 只有苦 没有乐 真正的 乐是没有的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啊 你想一想 那种快乐 不要说受苦受难 任何一点苦 你就没有了 你不会再受任何一点苦 在这个六道 我们所受的这些的苦 你在西方其他世界 不会再受了 连听了这个名字啊 你都没有机会听得到 你说呢 从这个角度 用这个简单的比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在这一步经 四次劝导我们 有道理啊 就是说明 死方诸佛如来的慈悲啊 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 你要赶快啊 但是众生太难度了 现在的众生好难度 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 好难度啊 不要说外人啊 说我们自己的老公啊 有没有结婚的 我不知道了 如果没有结婚的 那对不起了 说我们的太太 说我们的儿女 现在那个夫妻沟通 有时候非常难 动不动吵架 动不动不喜欢 动不动这一个 动不动那一个 现在的儿女 更难教了 所以这个环境 真的非常难啊 所以为什么 称为说谱世界 堪忍嘛 你能够受任何一点苦 你里面在这边受苦 你也不要到西方 几个事情想了 你想一想 像这一类众生的人 多难度啊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干嘛 花了时间 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为什么 就是专门度这些人 度哪些人 就是我们这一类的 我跟你讲了很多次 师父啊 西方起的事情很好 去不去 考虑一下 所以真的太难了 我们要好好抓住 这个因缘 这个是讲到了 讲到我 那西方起的世界 不得了 西方起的世界 一切众生 就是得大自宅 为什么 能够主宅 能够主宅自己的命运 能够自己做得了主 这个才是我嘛 我们这个世间能吗 你说呢 这个世间能吗 你能够做得了主吗 那是不可能的吗 如果果然我们做得了主 我相信每一个人 年年就想要十八岁 你说呢 每个人就是想要这个呀 年年就是十八 十八岁 多好啊 如果能够做得了主 我不想老 你看 我们平平就老 我不想生病 平平就生病 我不想死 平平又避免不了 种种种种 太难太难了 做不了道啊 我们做不了啊 做不了 自己都做不了主 怎么样能够 来让别人做得了主呢 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 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众生 都做得了主啊 你想要大房子 房子就在你的眼前 你想小 小就叫小 你想要到十方诸佛国土 你在一个房子里面 这个工具 能够带到你到 死方诸佛国土 你看 多好啊 我们这边难啊 太难了